上世纪8090年代,诞生了很多非常优秀的实力派歌手,例如毛阿敏,维维,谢金,田振都在这一时期大放光彩。 有一个女歌手,实力不输毛阿敏,一同比赛时甚至超过第三名的毛阿敏,拿到冠军。 可惜当红时,这位女歌手忽然从乐坛消失,再次回到观众视线,已经是个60多岁的老人,靠当终点工维持生计。 她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,让她的命运大逆转,弱得如今这般凄凉现状。 说起来,这一些都与毛阿敏脱不开关系,如果不是毛阿敏,她可能就是现今乐坛的天后级人物,她就是金伟玲。 1957年出生的金伟玲,出生于一个音乐世家,受家庭氛围影响,金伟玲早早就爱上音乐。 当同龄人还在无忧无虑玩耍时,金伟玲已经在考虑自己的音乐道路该怎么走,一手爱情OK教帮她顺利迈出第一步。 一战成名后,金伟玲大奖小奖拿到手软。 紧接着,她参加了全国通俗歌曲大赛,一路过关斩将拿到全国第一。 随后的南斯拉夫国际音乐节上,金伟玲再创辉煌,演唱了谷建芬老师的绿叶对根的情谊,打败实力出众的毛阿敏和韦韦,再次拿到冠军。 本以为这次可以在国外也一并打响名气,没想到后续比赛时,谷建芬老师亲自写了一封信,希望由徒弟毛阿敏代表中国继续比赛。 毛阿敏也正是因为这次机会崭露头角,火遍国内外,眼看着属于自己的机会和荣誉被别人抢走,对黑幕不满的金伟玲一气之下选择退出乐坛。 这件事之后,谷建芬也曾找到金伟玲,专门为他写了一首《世界需要热心肠》,同时真诚地递给他一张名片,告诉他可以来北京投奔自己。 面对谷建芬的好意,金伟玲觉得这是一种施舍,不愿接受也不愿原谅,毫不犹豫地拒绝了。 为了寻求突破,金伟玲惊人介绍,准备赴美深造。 还没等出发,那位给金伟玲做担保的人发生车祸趋势,导致他无法继续前往美国,梦想再次破碎。 这时,金伟玲想起曾经向自己表示好意的谷建芬,心底有了悔意。 如果当初接受谷建芬的建议,跟他一起在北京奋斗,说不定事业早有发展。 可惜世界上没有后悔药,金伟玲又错过了成名的机会。 虽然事业坎坷曲折,索幸金伟玲还有个幸福的家庭,给他温暖。 兰斯拉夫比赛之后,金伟玲退出歌坛,当他想回归时早已误使人呗。 无奈之下,金伟玲开始到处走学,过程中认识了比自己小15岁的老公。 老公是音乐学院高材生,对音乐同样极其热爱。 因为相同的爱好,两人相识后,感情迅速升温,没多久就决定彼此相伴一生。 婚后顺利迎来可爱的女儿,一家人还开了监察馆,虽不像别的明星那般大富大贵,但小生活也经营得有滋有味。 只不过幸福是短暂的,在茶馆的经营管理上,两人意见不合,总是争吵。 时间一长,感情生出嫌隙,最终还是离婚。 时间一长,感情的理由是良心肉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2012年,在女儿的鼓励下,她参加了中国梦想秀,重回观众世界。 只不过时过境迁,在新人辈出的娱乐圈,很多人早已经忘记了金伟玲,她的付出也没能翻红。 金伟玲一生经历了大起大落,尝过人世间的苦楚凄凉,却依然能带着热情和希望勇敢闯荡,这一点值得尊敬和学习。 希望往后她能越来越好。 好了,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,我们下期再见。